比利时反恐部队在首都布鲁塞尔河郊区十多个地点展开突击行动 并且在东部城市打死两名男子 另一名男子则被逮捕 当局表示一批从叙利亚回国的极端分子计划攻击比利时警局 目前警戒级别已经提高到第二高的级别 天黑之后 这个位于东部的城镇维尔维耶传出阵阵枪声 大批反恐部队成员突击这间位于高饼店楼上的单位 同嫌犯激烈交火好几分钟 当局表示两名嫌犯当场被打死 还有一人被逮捕 三名男子都是比利时人 没有警员或平民在事故中受伤 当局相信一批曾经参与伊斯兰国组织武装行动的比利时人 回国之后正密谋策划攻击比利时的警局 警方强调连串突击行动 同在法国巴黎发生的恐怖枪击事件没有关联 就在前一天 当局也在南部地区扣留了一名男子 怀疑他为法国巴黎犹太人超市枪击案的枪手提供武器 提供高出击,变突击 当局跟网易云下城 和老子 给初讯力 以及咨诚 我